69岁的退休海豚训练员、海豚保护人、美国人理查德·欧巴里最近重返戈山县的太地震,不过他的到来并没有受到这个小镇的欢迎。 宁静美丽的海湾隐藏着日本最黑暗的秘密。 水族馆里最受欢迎的海豚在欧巴里参与拍摄的纪录片《海湾里》却成为了疯狂杀戮的受害者。 捕杀鲸鱼和海豚是太地震发家致富的主要手段,这个人口只有3500人的小镇,每年却能获得捕杀23000条海豚的配额。 真正被杀害的海豚和鲸鱼还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 少数幸运儿以15万美元的价格被卖到水族馆,更多的被当场杀死,以每条500美元的价格卖给鱼贩子,最后成为餐桌上的美味。 为了揭露这一惨痛的现实,欧巴里从2003年开始参加了纪录片《海湾的拍摄》。 不过这部纪录片也让欧巴里等人成为了当地最不受欢迎的人。 9月眼看着又进入了当地的猎杀季节,欧巴里和他的伙伴们重返海地镇,游说人们放弃捕杀海豚和鲸鱼。 但是没有人听他的,到处有警察跟踪和盘问他们,超市不让他们进门,随处可见限制进入和禁止拍摄的牌子。 纪录片《海湾》曾在今年1月获得了圣丹斯电影节的观众奖,并于一个月前在美国上映。 该片的影响力迫使太地镇的友好城镇,澳大利亚的布鲁姆跟他们断交。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。